2017年中东第42届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在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行 今年的展会从2月14号开始持续到2月16号为期三天 该展会实办于1975年是目前中东地区乃至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力及能源专业展览盛会 被评为世界五大工业活动之一 此次展会上有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仅1300多家参展企业和展团参展 并吸引了来自全球114个国家及地区的5万多名观众光临展会 此次展会主要涉及电力设备、照明设备、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装置 在展会现场能够看到来自美国、日本、德国、土耳其、海湾国家等世界各国的公司 来自中国的大脚企业也都纷纷前来参展 这次到中东来我们主要有的这次主题的产品是420轻浮的JS 这个产品和ABB和新门子相比呢有着非常大的竞争优势 主要的体现在性能和这个价格比上 我们这样的产品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荷兰开码的全模型的事业 我们的工厂也是已经通过了英国国家电网的B2认证 所以说我们对于开拓这次我们是满怀希望和满怀信心的来开拓中东市场 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来参加这样的产会了 我们是NKT Cables 这是一个公司从Germany 它是在Cologne 从Cologne 我们是开拓中的高-voltage cables 直到550kV 所以我们有工厂在全域的全域 我们是在大陆上上的GCC 我们是在想要开拓开新闺域和其他业务 在各种各地的GCC个国家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在这方面够静默的奥栽 另外在今天的展会上还召开了关于激发智慧城市的会议 会议上讨论了在城市建造中如何协调可持续发展与保证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 迪拜作为现代智慧城市的典范 在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利用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功案例 此次中东电力展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看到了中东地区的发展潜力 并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迪拜中央卫视报道